祝福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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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預備心 開始今早的聖餐崇拜 聖餐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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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宿敬 宿敬 宿敬 应当宿敬 阿们 宿敬 请起立我们唱普天送赞第十首赞美上主歌 赞美上主 全能生命一周万有君王 我领颂主 一周永远是祢救赎健康 有耳能听 同来走进主圣殿 幻然向主恭敬赞业 赞美上主如此美妙同此世间万物 展开恩义如此温柔家里时常保护 密切普及所求结盟主照顾 祝云所求之世道路 赞美上主福祢 福祢是祢作共顺利 上主美山上主此恩 一天天天看顾顾你 自私世道 却能对主来深藏 做你朋友和人父亲 赞美上主 让我整个心里赞美上主 但愿天下凡有许时 都来担扬上主 祝主的名 重新一支所 阿们 万万共敬赞美上主 阿们 我们祈祷 天父上帝 我们此刻能够聚集在你的殿中 你敬拜你 赞美你 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有生命气息 就是今早这个圣灯崇拜 能够纪念主耶稣 为我们一帮不配的罪人 扶上他的生命 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恩着信靠去能够得救 且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及赞美 天父上帝 求主你教导的灵 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透过黄牧师的正道 让我们能够从若书雅记 能够有更多的学习 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位 慈爱恩惠的神 我们能够得着你在身心灵上的供应 我们再次的感谢你 齐天父 我再次的将今早上的崇拜 完全的交付在你的恩手中 求主你亲自的人民我们 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众弟兄姊妹 甘客祈求 逢着耶稣的命求 阿们 请坐 我们一起读 今天的竹文 今天的竹文是三一主日后 第十主日 三一主日后 第十主日 慈悲主,求你谁定理卑微仆人的祷告 叫他不晓得如何照你所喜悦的祈求 靠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 圣子与圣父圣灵三为一体 一同永生,一同掌权 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读诗篇一百三十三篇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同声来读诗篇一百三十三篇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似何等的事,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种的油 叫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桑,又流到他的依陷 又好比黑门的金龙 降在石汗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现在我请江淑仪神来带你一个敬拜 祝你们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起立 和你前后左右的弟兄 和他说 很欢喜今天见到你 你再和他们说 等耶稣基督是我们喜乐的全员 用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在一起 你是我喜欢谁 你是 我 欢心 你是 我 自由 有悲伤 不再被罪言犯罚 你是我勇上徬徨 你爱又不必力量 从即使情到永远 你依稀不会改变 你的保障有能力 那你是一切的伤口 命运复活能改变 一切你走终成为祝福 我们要打击生命 你陪着所有最大的赞 我们要用切心 和切意来祭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愿你的心靠着在这里 我们要散开后 不尽再对你 你是我心的谦言 你是我欢心表怨 你是我自由飞翔 不再被罪言犯罚 你是我勇上堕望 你爱又不必力量 从即使直到永远 你依稀不会改变 你的保障有能力 那你尽一切的伤口 你不活能改变 一切你走终成为祝福 我们要咀嚯 和切意来祭拜你 你陪着所有最大的赞 我们要用切心 和切意来祭拜你 我们要为你来临 愿你的来生意 保存在这里 我们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我们要抱紧你的生命 你配的生命 最高隐藏 我们要听清醒 和前日 在敬拜里 我们要问你来临 愿你的来生意 保存在这里 我们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我们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我们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耶稣 先切功力 救助 赞现 神的智慧能力 我们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我们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我们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又要唱歌后 不停在美丽 我们要唱歌后 也唱歌 Suzanne Weiter your name 下一节是成功的优优 以前只做了不应该 ibaor 7linl 沿途赖给美丽 祝福类贼义 哪有美丽 Splarkok 我的祖 让我的还在乎你 尽情已经爱你 耶稣 谁解放你 祝祖 赞现神的词汇的理由 你的爱 喜欢的 唱过高声 漫游丰富 酒店天 耶稣 全比同欢 万有陪他 仍有尊贵相残 我已心灵随心 尽情尽安 这只宝座 写了我一组 举起我的心 来进来 你 留下你 来回忆你的爱 我已心灵随心 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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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父神啊 我们要尽情地 赞美你 敬拜你 因为你是配得 一切敬拜赞美的真神 父神啊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你去献上我们的敬拜 因为神啊 唯有你是我们心所爱的 唯有神 你是我们心所渴望的 我们要来敬拜你 神啊 我的心切 母你如路 好陷入西水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不 来敬拜你 神啊 我的心切 母你如路 且不心碎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不 来敬拜你 我认为你 你如路 我 你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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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何不乃轻白灵 神了我的心切 目的路如可却我心碎 唯有你什么心 所爱我何不乃亲爱你 你是我一个人 我离开了相互你 唯有你什么心 所爱我何不乃亲爱你 唯有你什么心 所爱我何不乃亲爱你 父上啊我们今天的崇拜 我们要完全教祷在你的恩手中 神啊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父上你的同在 神啊让你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听见 牧师所分享的 听见主你的声音 神啊让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神你的永美 神啊我们要将我们整个崇拜都交托 我们将一切赞美敬拜献上 祷告福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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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能够可以回到神的家 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就一次的来到欢迎弟兄姊妹 也都感恩我们可以大家再次的见面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消息代祷的事项 第一项是上帝公认不中断 这个题目特别是给我们在这段新冠肺炎期间 在这个行政管理受到这个管辖期间 我们特别感受到上帝的恩典真是没有中断 所以今天的题目我们会透过约书雅记的第五章10节到12节 看看当日上帝怎么样来供应给以色列人的需要 第二项我们继续为了新冠肺炎来祈祷 大家知道其实世界还有很多地方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的 包括在美国 在巴西 在印度 在非洲 以及其他国家 所以求天父 来祈祷祷祝 来祈祷祇祷祷祷祷祷地 所以求天父祷祷祷祷祷祷基愿宮 求天父来试印,让那些正直的人,那些公义的人,那些正义的人,那些不贪污延结的人,能够被当选,那些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金钱的引诱,那些当选之后就跳槽的人,我们求天父来阻止他们,都求天父给我们有更多的基督徒, 能够当选,他们可以来到为这个州,来到他有更好的服务,第四,我们satek的崇拜已经开始了,那今天是第三个主日,我们回到教会,所以我们大家有机会能够可以崇拜,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们都很感恩,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实体的崇拜,我们也都有线上的崇拜,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盼望能够可以寂寞, 即使说今天八点半的,这个圣灯崇拜进行的时候,那些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可以直接同时间,可以一起去崇拜, 但这段时间我们因着技术的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的线上崇拜是放在下午五点钟, 我们都很感恩,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特别外地的,他们又来到接收我们这个线上的崇拜,所以他们都不习惯,因为他们过往是八点半, 所以他们都会问为什么还没收到这个节播呢,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提醒他们一下, 我们暂时是规定在下午五点钟,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回到下午五点钟,大家同样可以参加这个线上崇拜, 把这个崇拜当为万岛,万奸,或者是英文叫做evening service,黄昏的崇拜, 所以我们可以一日有两次的崇拜,来敬拜我们的主, 大陆我们说马来西亚来祷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日是9月16号, 而马来亚的那个成独立日是在8月31号, 所以正式来说,我们马来西亚应该在9月16号来到慶祝, 这个根据历史的记载,今年很特别, 马来西亚的独立,今年是63周年,而马来西亚的成立,今年是57周年, 所以你计算一下那个年数,马来亚独立是1957年, 马来西亚日成立日是1963年, 所以今年是刚刚调转我们的数目,就是马来西亚独立日是63周年, 马来西亚日成立日是57周年, 第七,我们为那些身体欠安的电影节目祷告, 那里都有列出个名单,请电影节目为他们祈祷, 包括了陈明珍女士, 吕秀丽姊妹, 陈静颜姊妹, 何金球女士, 陈伊文姊妹, 胡友好姊妹, 冯炳兄弟兄, 以及Niklesko弟兄, 第八,我们为理事会在这个礼拜二的开会来祈祷, 求天福继续给我们每一个负责的弟兄姊妹, 对理事有更大的负担, 能够推动他们的部门所要做的工作, 实际上这个礼拜二晚上七点, 召开了Zoom的会议来祷告, 第九,大家都为牧师的行蹤来祈祷, 继续在礼拜六的早上, 在盲人团契的正道, 在本堂的崇拜的正道, 特别来到全港玉书雅记, 今天要去探访, 礼拜二主持本堂理事会的会议, 以及下个主日会到葡总, 沿道堂的长老会, 主持这个关为主日的崇拜, 以及正道。 我们以备心来到听神的话语, 我们先聆听今天的经文, 是取自药书雅记第五章, 十到十二节, 我请黎月姊妹来到读这段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 耶稣书雅记第五章, 十到十二 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夜四十日晚上, 在耶利哥的平原索一夜街, 夜街的炙热,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正当那日吃胡啸饼和红的骨,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日, 玛纳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 那一年他们去吃加南地的出产, 这是神的话语。 我们来致祈祷。 亲爱的天我多谢你在每次的崇拜当中, 我们都可以来到去熟说你的话语, 聆听你自己的教导, 天我同样透过今早你自己在当中, 给我们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自己, 让我们应当思想, 应当纪念, 应当得着, 应当学习的地方, 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求天赋的灵在当中, 来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奉耶稣的名, 阿姆。 我们今早的题目是, 上帝公认不中断, God's Providence Never Ceases, 我们经文是刚刚我们听过的, 在这个约书雅记的第五章, 10到12节, 在约书雅记里头, 我们见到, 利息利人他们度过约旦河, 进入加南地的时候, 有几件事, 上帝要他们先做的, 当然, 上帝的心意是, 要他们得着, 这个加南的地方, 但上帝更让他们知道, 他们应当要做的是什么, 不是先怎么去攻打敌人, 而是怎么预备自己的心, 与神建立那个关系, 所以就算我们见到, 第一件事就是, 当他们进入加南地的时候, 上帝要约书雅吩咐以色列人, 派12个支派当中的每一个人, 回到约乃河中, 将12块的石头, 带回到约书雅地, 在吉甲的地方, 纳在果树, 成为他们那个恩典的记忠, 让他们记得上帝怎么样, 打令他们渡过这个约乃河, 更在以前渡过了红海的, 在这个第二件事的时候, 我们见到, 上帝要他们要守这个, 这个国礼, 就是他们进入加南地之后, 第二件事他们要做, 那就是他们与上帝纳约的那个记忠, 这个记忠非常重要, 是因为上帝要他们知道, 上帝要成为他们的神, 他们要顺服这个神, 而上帝要给他们的应许, 就是加南地的, 在上帝的讲道当中, 来到最后一节, 这个第九节的时候, 使经这样跟我们讲, 使经说, 耶和华对若书雅说, 我今天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除掉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 直到今日, 一句说话, 上帝怎么说呢, 我今天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除掉了, 这个羞辱是什么呢, 这个是指, 耶和华人, 当他们从埃及出来, 在抗疫的期间, 他们对上帝的不信服, 他们对上帝没有那种依照来行事的, 结果上帝就惩罚他们, 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加南地, 但是第二代的人, 他们进入加南地的时候, 他们未受这个国例, 因此上帝就要他们先行这个国例, 当他们行这个国例之后, 上帝说, 今天我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除掉了, 他们是一个新的开始, 以前的不信服, 以前的犯罪, 这种的羞辱, 上帝说, 从你们的身上除掉了, 来到这个, 以色列的第三个事件要做的, 就是上帝要他们守的那个御月节, 这个是刚才读的圣经第十节里头, 这样跟我们说,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宁, 正月十四日晚上, 他们在耶利过的平原守御月节, 第三件事, 神要他们做的, 就是守这个御月节, 御节究竟是什么的日子呢, 他的由来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我们先思想一想, 预浴的由来, 根据这个《初爱甲记》的十二章, 我们见到这个御月节, 是因着当时这个法老王的心硬, 上帝已经发了九个灾给他们, 但是法老王都一再改变他的心意, 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爱及, 来到这个第十灾的时候, 上帝就由这个御月节的开始, 根据这个《初爱甲记》的第十二章, 那里提到关于御月节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 御月节的第一次, 是以色列人过洪海前的那个晚上, 正在这个正月的十四日, 我们回来看看《初爱甲记》的十二章, 在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这里讲到关于御月节的建立, 那个开始是这样的, 《初爱甲记》的十二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说, 于是摩世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为家人取羔羊, 把羽的羔羊栽料, 要拿一把牛失草, 赞贫瘤的血涂在门尾上, 和两边的门框上, 直到早晨, 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家里的门, 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埃及, 施行击杀, 他看见血在门尾上, 和两边的门框上, 耶和华就必遇悦那门, 不让滅命者尽你们的嫁, 施行击杀, 你们要守着命令, 你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所应许, 刺给你们的那地, 就要守着礼仪, 你们的儿女对你们算, 这礼仪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就算, 这是险给耶和华愈愈志的祭物, 当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 他愈愈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 救了我们国家, 于是博性低头敬拜。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这个预测是怎么样出现的, 是因为埃及皇法佬, 不愿意让以色列人来埃及, 直到这个第十灾的时候, 上帝说, 他要击杀所有埃及人的掌子, 包括一切动物的那些大的掌子。 但是上帝也都很怜悯以色列人, 就叫他们先预备了, 一只一碎的公羊的那个羔羊, 让他们能够可以在这个正月十四日那晚上, 来到将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尾, 和那个门框上, 当晚夜, 当那个杀灭的到来的时候, 因为看到那些血, 就预阅了那个家, 而没有击杀里面的掌子。 所以这个预阅的那个字眼, 是相当有意思的, 这就讲了关于当日, 为什么埃及人能够的掌子被杀呢? 而以色列人的掌子没有被杀呢? 是因为上帝预阅了他们的家, 英文用了这个pass over, 上帝过了他们的家, 直到今天, 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忘记这个月月节的。 在读刚才的经文里面, 也看到了上帝要他们准备的那些食物, 这些食物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要用火来扣一碎的羔羊, 然后要吃这个无架饼, 以及要吃这个苦菜。 在这个崇拜及的十二章的第八节, 上帝就讲了给他们听, 他们需要准备的食物是什么。 崇拜及的十二章第八节说, 当晚要劈羔羊的肉, 要用火烤饼, 与无架饼和苦菜一起平。 那这三种食物都非常有意思的。 羊要用血来放在门框门尾上, 这个羊代表着他们的献祭代替了他们的那个懲罰。 无架饼代表着他们远离了他们的那个罪, 教一般上是指罪的, 而苦菜提醒他们曾经吃过那个苦的。 这个欲祭代表着他们的欲祭代替他们的独自然, 所以在提醒他们里面和我们说, 当以色列人渡过红海, 进入这个抗疫的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 他们同样在抗疫那时候有这个月月节。 而当他们今天去到这个加南地的时候, 同样在正月十四日, 他们在加南地就开始了第一次的那个月月节的庆祝。 所以犹太人来说, 他们有三大的节日, 一年有三大的节日, 一个就是住凭节, 一个就是五秦节, 另一个就是御月节。 这三个节日, 直到今天, 以色列人也都在当中来到行祝。 在这个约韩福音的第七章里面, 我们都听过关于信息, 耶稣曾经有参加过这个住凭节, 当中提及到关于活水江河的事件。 预测的由来, 是因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晚夜那里发生的。 那究竟预测有什么意义呢? 预测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可以回顾过去上帝的情感。 大家刚才有记得所读过的 这个《蔡埃及》的十二章里头, 上帝曾经怎样说呢? 他说, 是那些子孙又问起你 关于你的礼仪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们知道 当日所发生过的事, 上帝怎样遇过他们所住的房屋, 让他们的长子没有被击杀。 这个上帝一样的, 在这个十二块石头的里面, 同样的跟他们说, 当以后你们的子孙问起你的时候, 你们的石头做什么呢? 让他们知道, 是上帝带领着他们渡过这个药弹河的。 而这个国礼里面, 上帝也说, 你们以后一切的人, 每一代都要守这个礼。 原来上帝提醒你, 提醒我, 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你不能够忘记, 这个记号提醒你, 上帝为你, 为我曾经做过的事是什么。 回顾过去, 上帝的请求, 刚才在圣经里面, 在这个春爱甲记的十二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这样再一次来说给我们听的。 我就读多一次, 在这个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圣经这样跟我们说, 日后你们到了夜获华所应许, 刺及你们的那地, 就有守者礼仪, 你们的儿女对你们说, 这礼仪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就说, 这是献给耶和华越来自的祭物, 当耶和华击杀, 挨靠人的时候, 他越来越了, 耶稣的人在, 挨靠的房屋, 救了我们国家。 我想说今天你和我亦都一样, 特别作为父母的, 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 尽我们的本分, 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很多的记号, 常常向着自己的子女来熟说, 让他们记得上帝的恩代, 上帝的大令, 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帮助, 你不可以忘记, 也都不要让你的儿女来到忘记, 预测, 是让他们回顾过去, 让他们能够知道, 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们, 没有被击杀, 能够渡过红海, 继续能够抗予40年, 然后进入这个加南地, 上帝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地方, 当我和师母有机会去到, 这个以色列的时候, 一个地方他们要我们去的, 是哪个地方呢? 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博物馆, 当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有很多以色列人的学生, 都排队的, 进入这个博物馆, 而当中里面很多是很小的, 只是那些小学生, 然后博物馆里面, 有一个历史的图片, 有一个历史的影片, 让他们能够看回过去的日子, 以色列人怎么样, 曾经被人击杀, 被人屠杀, 怎么样面对很多的灾难, 让他们记得, 历史的过去, 不要忘记上帝怎么样, 带领他们度过了, 以至他们有今天那个日子, 我们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历史, 我们应该按照历史的正确, 那个真实来看, 而不是今天马来亚, 马来西亚里头, 那些历史, 是偏向某方面, 是很多时候, 不是按照那个真实性, 来到去写出来的, 所以当你跟我读历史的时候, 就需要去检讨, 那个是不是真的, 那个不是真的, 不但预设, 这个预设的意义就是, 让他们知道, 是一个新的那个开始, 旷野已经过去了, 那个英许之地, 已在眼前, 已经来到他们当中, 因为当他们来到, 慶祝这个预设的时候, 他们在那个加南地的地方, 欲书雅记五章的细十节, 这么说,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正月十四日晚上, 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 守预设节, 他们踏入这个加南地, 刚刚好, 正月十四日, 那个晚上, 他们就守这个预设节, 旷野已经到过去了, 加南地就在他们脚踏的地方, 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进入上帝所应许, 给他们的那个流泪与物之地, 今天的预设节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 是一个新的开始, 上帝怎么样将我们的过去, 已经抛弃了, 用来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来知道上帝如何带领我们, 来到走前面的道路, 当日耶稣人, 他们清楚知道, 他们不再回到抗野, 他们已经离开抗野, 他们进入这个加南的地方, 今天你和我, 那个预设节是什么呢? 作为基督徒, 你要记得一样的就是, 耶稣基督是预设节的那个高药,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 普罗徒在这里讲话, 基督是预设节的高药, 而受难节代替了预设节, 因为耶稣基督是预设节的高药, 祂为我们的罪, 牵上了祂的生命,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我们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看到犹太人, 仍然庆祝这个预设节, 但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不再庆祝这个预设节, 我们守这个受难节, 来思念耶稣基督当日, 为我们舍生,为我们流血的, 因着这个缘故, 这个所谓的受难节, 代替这个预设节, 就是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 一个新的开词, 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 那些犯在基督里面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给大家听这节的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五章十七节说,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救死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新的开始, 是一个新的人, 新造的人, 英文说, A new creation, 救死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很感恩, 回顾过去的历史,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以至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引起耶稣的补血, 结晶了我们的罪过, 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开始, 以至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当日圣经说, 当以色列人在加南地, 他们就守这个预浴节的时候, 跟着他们, 食完了预浴节的食物之后, 就开始食在加南地出产, 在这个圣经里面的, 第五章十一节, 欲书雅记五章十一节说, 如自的第二日, 他们凭掉当地的出产, 就在那一天, 凭掉无教饼, 和供过的穀物, 可能当时他们找不到羊, 但他们见到, 在加南地里面, 很多的穀在那里, 他们就用这个, 控过的穀, 和无教饼, 来到去, 去食物的, 去食物的, 从这些我们见到一件事, 当时上帝, 看着他们, 上帝供应他们的税劣, 而上帝的供应, 是源源不绝的, 上帝的供应, 是不中断的, 在这个圣经里面, 和我们记载了, 这样说, 在这个第五章十二节, 欲书牙记, 他们拼了当地出产的第二日, 玛拿就停止了, 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 那一年, 他们就拼了, 加南地的出产, 他们就进入这个加南地了, 当他们开始, 要食当地的出产的时候, 诗经说, 玛拿就停止了, 这个玛拿, 大家知道, 这个玛拿就是, 以色列人, 在抗野的时候, 他们所食的, 以色列人在抗野四十年里面, 食的就是, 玛拿, 诗经说, 早上有玛拿给他们吃, 晚上神给他们肉吃, 四十年吃玛拿, 是谁供应他们的呢, 是谁给他们的呢, 当时他们在这个抗野里面, 没办法在一个地方, 定时的住很久, 所以他们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里面, 来种植物, 四十年里面, 他们没有饿死, 是因为有玛拿给他们, 谁供应呢, 出亚夹记的第十六章, 第四节和第五节, 讲了这个答案给我们知道的, 出亚夹记的十六章, 十四, 第四和第五节, 十六章第四第五节, 讲了这个答案给我们知道的, 耶和话对摩西说, 看那我要从天降食物给你没,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集当天的份量, 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指示, 到第六天, 他们预备食物所收集的份量, 要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圣经很清楚对他说了, 是谁供应他们的玛拿呢, 是上帝, 玛拿是从哪里来的呢, 耶稣说, 圣经说, 上帝对摩西说, 从天降食物给你们, 上帝所持的, 从天而降的, 上帝的供应没有中断, 四十年里头, 他们在这个抗疫的地方, 上帝为他们所要食的东西准备好, 当时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 他们带着那些无教的食物, 因为当时他们在急促国当中, 他们没有办法准备很多的食物, 但是那些食物带到去抗疫的时候, 即是够他们一个月食用, 一个月之后, 他们就没有东西好吃, 但是上帝供应他们的税用, 四十年如一日, 而且你知不知道呢, 当时的人数是很多的, 圣经说, 以色列人来埃及的时候, 单单男性, 未包括小孩子, 当然未包括妇女, 就有六十万, 六十万的人, 你想象中有多少人呢? 是单单男性, 包括那些妇女, 包括他们的家人, 包括他们的儿女的话, 你想象中他们最少有多少人呢? 你可以成四, 也可以成五, 好成五的话, 就变成了三百万的人, 但是上帝足够给他们使用, 上帝足够给他们每日所食用, 但是上帝也都说了一样东西, 你能够吃多少, 你就拿多少, 是那些贪心, 你想拿多一点, 你吃不完的话, 你不可以留, 因为那些会变坏, 你不可以说, 我偷懒, 我拿起来的份量, 没办法的, 因为你多出来的, 你不能够留到明天, 只有在第六日, 安息日之前那天, 你可以拿两份两日, 因为安息日, 他们不需要做事, 上帝, 但以色列人, 供应他们四十年, 在这个抗野所食, 因此, 他们叫做曼娜, 曼娜究竟是怎样的呢? 根据这个十六章, 《出埃夹记》的十六章, 第三十一节, 这样跟我们讲, 《出埃夹记》十六章三十一节, 《出埃夹记》的《出埃夹记》的《出埃夹记》, 《出埃夹记》, 有相似的地方在当中, 四十年, 是一个需要很长的日子, 但上帝看着以色列人, 上帝照顾以色列人, 上帝慈给以色列人, 让每个人都有得吃, 让人人都有份, 没有一个人挨饿的, 你六十万人也好, 你三百万人也好, 每个人每一日都有足够的食欲, 我们感谢神, 但来到这个加南地的时候, 玛丽就没有了, 停止了, 玛丽停止了, 但神经病说, 上帝继续供应他们, 让他们吃加南地的出产, 欲书雅记五章十二节, 跟我们讲的, 他们丢了当地出产的第二日, 玛丽就停止了, 以色列人不再有玛丽了, 那一年, 他们就丢了加南地的出产, 他们没有说, 玛丽没了, 我就没得吃, 不是的, 玛丽没了, 上帝就供应给他们当地加南地的那些食物, 上帝的恩典不会中断, 上帝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 今天你和我都要认定这件事的, 似乎好像这些扇门是关了, 但你会忘记上帝会为你预备, 你的扇门会开着的, 玛丽没了, 停止了, 但是上帝让他们吃到加南, 美地的那些食物, 那些的出产, 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虑待任何的人, 只有我们虑待我们的上帝, 因此求天父带领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上帝的供应是不会中断的, 上帝的供应是充足的, 上帝的供应甚至是有余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供应, 我们的供应我们需要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供应的上帝, 他供应我们的税药, 他知道我们的税药, 在我们一生的里面, 他看着我们, 他帮助我们, 等着我们回顾自己过去的日子, 无论在什么艰难的当中, 到过的时候, 你见到上帝是一步一步的, 来供应的, 就是某个时候, 上帝就按时供应你的税药, 最后一个时候, 上帝就按时供应你另一个税药, 当我单身的时候, 上帝给我的其实不会很多, 但是是刚刚足够的, 我一间的基督教机构你服侍的时候, 为什么一间的机构呢, 是一定要那些服侍的人呢, 是吃苦的, 而且是刚刚给你救食的, 那我就列出了我的生活费, 比如说我租房是多少钱, 其实当时我不是租一间房, 是租一张床10元, 那我每天搭车多少钱呢, 但内回大概是1元, 那不算礼拜日, 我就只是算25元, 那每天吃多少呢, 那时候也挺好吃的, 扣半钱, 扣以前都可以吃, 那我就算他7元, 有没有7元, 大概5元左右, 那加加起来呢, 和一些集费呢, 我就计算到, 我的基本的生活费是140元, 那这个机构对我真的很好, 为什么呢, 他就给了我140元, 那这个算不错了, 是不是, 很感恩, 那三个月之后呢, 他觉得我做工, 都是做得可以的, 就confirm我的工作, 就加我10元, 那我就多了10元, 那等于每天, 神没有让我缺少, 因为按照最基本的, 我开销140元, 那我每个月的那个奉献, 特别是10元的奉献, 从哪里来呢, 但上帝还是, 让我足够来使用, 上帝不一定让我们, 有很多的收入, 但上帝会可以让我们, 在很多方面的开销, 可以减少, 当我和师母结束睡之后, 弟弟的病, 其实是很少的, 我们很少去看医生, 而这个医抑费, 其实已经是限了很多钱, 当两个子女, 准备读幼稚园的时候, 我们住的地方, 附近有一间幼稚园, 是基督徒开的, 它一个规条是什么呢, 凡是那些传道人, 那些全世界福事主的人, 他们的子女读书, 是没有收学费的, 就是某个阶段, 神有那个, 给我们的供应, 时间到了, 神就为你准备, 当两个子女准备读大学的时候, 就是当时政府刚刚开放了, 可以申请政府的那些借贷, 贷款, 他们就可以因着这些贷款, 完成他们在大学的学业的费用, 上帝是一位供应的上帝, 是一位供应的神, 这句话其实是阿波罗自己说的, 大家知道, 阿波罗有了一个子, 以杀之后, 上帝就要试验他, 上帝怎么试验他呢, 上帝说, 你要带你的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 你所独一的儿子, 去到摩尼亚的一座山, 将他献上给我们, 但是这个阿波罗汉被我们看到, 他毫不犹豫地准备好柴, 所有种的火种, 就带着他的儿子, 以杀, 去到那座山, 以杀当时就问他爸爸, 他说, 这个柴有了, 这个火种有了, 但是牵上的那个羊羔在哪里呢, 当时阿波罗汉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上帝会预备的, 上帝会供应的, 当他真的要将这个以杀献上的时候, 上帝就阻止, 上帝说, 你不可以, 因为现在我知道, 你将所有的都献上给我, 包括你的儿子献上给我, 结果当时怎么样呢, 上帝就为了他一个公羊羔, 一个公羚羊, 一只公羚羊, 就在树上那里, 扣着那里, 结果就用那只药来献上, 而当时阿波罗汉将这个地方称为叫做耶和华伊勒, 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必有预备, 耶和华必有预备, The Lord will provide, 你和我今天要认定这位上帝, 是一位供应我们不忠断的上帝, 是一位供应我们圆圆不绝的这位上帝, 在结尾的时候, 要我们认定这句说话, 上帝的恩典, 每天救我用, 我不一定期望为了以后的日子, 准备了很多很多, 但我深信每一日, 上帝给我的是够用, 前面可能有困难有难处, 但我深信到时, 上帝必为我准备, 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来感恩, 而我们要仰望上帝, 每天给我们的供应, 邸姊妹, 你和可能拥有的东西, 一日之间没了, 今次的新冠肺炎, 今次的行动的管制, 让很多人失业, 让很多人的生意, 没办法能够维持, 一日之间, 很多的心血已经没了, 但我们仍然深信上帝, 给我们的祝福, 给我们的看顾, 给我们的供应,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远利弟兄, 远利弟兄, 远利, 远利是做按摩的, 但这段期间里面按摩, 根本就没得好做的, 是不是? 没得好做, 没得好收入, 对不对? 你看看远利, 到过几个月之后, 有没有受到呢? 没有受到, 直是说, 他还是够食够用, 对不对? 上帝仍然的供应, 上帝听到了, 得宇给我们的见证, 他同样, 由一个大把水, 缩了水, 变成了半桶水, 但是他仍然, 看到上帝给他, 足够的供应, 那这个是真实的, 需求天父帮助我们, 前面的困难, 并不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有一个, 肯依靠上帝的心, 直到上帝, 必会在当中, 在那里看着我们, 另一方面, 我想提醒就是, 你要知道, 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恩典, 是足够所有的人, 不要怕他们, 人多了, 我就分薄了, 你请人家吃饭, 你预备了十个人的饭菜, 但是有二十个人来吃的话, 大家就吃少了, 是不是呢? 在上帝的里面, 不是的, 我们这里有五十个人, 我们足够得到上帝的供应, 我们多了人, 一百个人, 二百个人, 三百个人, 上帝的恩典, 仍然足够, 绝对不会说, 恩着人多了, 我们得着的恩典, 就少了, 上帝是这样的, 你我多少, 我给你多少, 他的恩典, 足够我们所用, 一首诗课开始就说, 你的恩典, 每天够我用, 宝利都说了一句说话, 上帝的恩典, 够我用, 要我们认定这件事, 就是上帝必定会按时, 供应我们的税用, 当日怎样, 养大利以色列人, 停止了这个, 这个玛丽的食用之后, 他预备我们, 预备他们的, 是那个加拿, 美地的出产, 同样上帝, 会一样的对待, 这件事没了, 上帝就让第二件事, 来取代, 因为他的恩典, 他的供应是不中断的, 我们祈祷, 天佛在你的面前, 我们很感恩, 因为你很爱我们, 你一位, 非常丰富, 恩典的上帝, 当日怎样, 供应以色列人的税用, 同样今天, 我们知道你, 供应我们的税用, 要我们不要忘记, 过去的日子, 你怎样, 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尚上, 有这个十秒块石头的, 那个记号, 有这个角力的记号, 也有这个预测的记号, 以至我们尚上, 记得知道, 上帝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多谢你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 阿姆 我们畏心, 我们有这个圣餐, 今天的圣餐, 跟我们在这个第一个礼拜的圣餐的做法一样, 当我们圣餐的时候, 招待在前面, 准备那个奉献袋, 那你出来的时候, 可以奉献, 跟着你要洗手, 然后你拿那个圣餐饼, 跟那个圣餐杯, 那个圣餐汁, 那你翻到你的座位那一树, 好, 那你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领受那个饼, 跟那个圣餐汁, 所以我们的做法照常一样, 可能比较快一点点就是说, 我请你们旁边可以两边一起来, 你一起来就奉献了, 你就洗手, 就拿着一个杯, 你就回去你那个座位那一树, 那些没有领受圣餐, 你要奉献的, 一样可以排队出来, 那你都可以奉献了之后, 翻到你的座位, 谢谢你, 你看那一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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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罪文 全能的上帝愿意摇说一切真心悔改的人 愿上帝连述你们 摇恕你们 并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牵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永生 你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大家起立行这个平安礼 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体 所以让我们追求和睦 建立我们共同的生活 圆主的平安 与你们同在 我们跟我们左右边的人来都求神来都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我们先来到感恩 一会儿个奉献 来到感谢主 一切到 上主呀 尊贵权并荣光显耀 威严都是离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离的 万物都是从你来的 我们把从你得的 愿主你们同在 你们的心当仰望主 你们要感谢主上帝 无论何时何地 借助独生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感谢赞美主 圣父天上的王 全能永生的上帝 实在是你所当然的 也是我们的本分和乐意做的 因为耶稣是你生命的道 借助他 在起初万物便被造成 并且你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我们 借助他 你使我们从罪恶中 不释放 使他降世为人 并死在十字架上 你使他从死女复活 圣天坐在你们右边 借助他 你参赐生命的圣灵 降临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成为属利的子民 因此我们与天使天使掌 夹天上的会众 一同称赞众 让你大荣的圣名 尚赞美理说 圣灾圣灾圣灾 全权全能的上帝 天地充满你的荣耀 和山那在至高至全 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和山那在至高至全 天父下折纳我们奉圣子 救主耶稣基督 所作的清重 现在我们效法他的榜样 用遵照他的命令 求你借助圣灵的能力 使这个饼和酒 作为他的身体和补协 赐给我们 耶稣被买过那夜 他拿起饼来 捉借了 就抹开 分与他的门徒话 你们拿这个食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写的 你们应当这样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万烦以后 又照样拿起杯来 捉借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拿这个饮 这是我纳新药的血 是为你们和多人 面罪流出来的 你们要尝尝这样行 来纪念我 我们请坐 一起读这个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知父的命为圣 愿父的角降临 愿父的知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刺激我 我们要求遥施我们的罪 愿同我们遥施得罪我们的人 但求我们遇见诗探 请求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并荣 全是父的 世世无尽 阿们 我们抹开这个饼 来分享基督的身体 来分享基督的身体 欠功近主民 慈悲的主 我们到主胜作前 不敢靠自己的功劳 为靠主资本的大恩惠 我们就是 鉴主胜作下的灵碎 也是不陪的 为主永无改变 上坏联敏的心 求恩子座我们能劈 爱子耶稣基督的肉体 喝他的补血 使我们常在他里面 他也常在我们里面 阿们 一起读上帝的羔羊 上帝的羔羊 取世人做的主 连问我们 上帝的羔羊 取世人做的主 连问我们 上帝的羔羊 取世人做的主 赐平安给我们 我们准备 来到这个圣灾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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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Amen Amen 感谢观看